卢凯族人的传统与猎工具 原来是透过竹子、筑马、微材质编织而成 与溪流生态共生共存 有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回馈于自然的共融状态 还有布农族及泰鲁阁族的传统编织服饰 这些原住民流传下来的生活技术 都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的原住民科学节展览展示 原住民的朋友一直跟我讲说 你们老师教的 一般原住民朋友那个学生的话 音乐、美术、体育都很厉害 唯一比较辛苦的大概就是数学这个领域 他们就说是因为你们不了解 我们原住民的对数的概念 所以你用汉人的方式来教 所以我们大概没办法学会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说我们就应该更了解 不管是我们就应该更了解说 在原住民文化里面他对数量的计算 他是用什么概念去从小中出生 在他原生家庭是怎么去理解的 然后我们再根据他从他的理解里面出发 然后把它导到我们在一般这种普世的数学概念去 那这样子的话他那个桥过来以后他就很快的就往上跑了 那这些研究出来之后 我想最帮助最大的应该是说我们偏乡六班学校 也是原乡地区的这些老师他应该是多去了解 我们在教数学的时候 我们在教这种自然科学的时候 我们先了解原住民族的 他的生活里面的对数的概念是什么 然后从那边引导出来 这是一个蛮有意义的 蛮有意义的一个研究 那这个研究做出来 我想可以在 我觉得应该是在地方的中小学 尤其是小学阶段的话的导师的话 应该广为推展 因为推展之后他们在教学方法上 在教学内容上 他们就可以用 不是用一般汉人的方式去教 那这样子的话 我想这个所有的原住民族的 中小小学生的那个数学的发展 就一定是不会有什么困难 那是一个蛮有意义 蛮有价值的一个研究 科技部从民国101年开始 就投入原住民科学教育研究计划 今年第十年结合多所大学 21个研究团队将成果展示于科教馆 将原住民族文化与科学知识 以科普教育方式与大众分享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